两岸疯传!林青霞领政嫁秦汉男方亲回十二字界真相! 64岁国宝美女林青霞真的嫁给秦汉!林青霞去年旅船和行李火源婚变,但她始终没承认,而目前单身的秦汉曾和秦汉有过一段情,近日中国风船林青霞现身秦汉豪宅,有船林青霞和秦汉两人以低调领政,消息一出惊动两岸三地演艺圈。 但据和林青霞相交40年以上的密友表示,不可能不排除是中国媒体看图说故事。 秦汉目前正在拍电视剧《新世界》,记者求证秦汉经纪人对方失效表示,怎么可能他都在北京拍戏,我们现在还在,去年10月就开机拍摄,11月有回台。 现在又过去了。 另外因为滚滚红尘3月8号要重印,网友说这新闻是修复版重印的炒作,但妙的是第一个询问记者消息,真假的是滚滚红尘,出评人学风,他是林青霞好友,连他都不知道此消息,应非炒作。 而秦汉本人仍在北京怀柔剧组,未赶回台湾过年拼命赶拍当中,经纪人告知你被传跟林青霞领证,消息刷屏了,他一头雾水,还听不懂什么叫刷屏,对于被传领证,他回没有的事,怎么会传这种新闻? 至于心情则说,不予置评。 另一位经纪人则已肯定语气表示,200%不可能,具心情和连手机都没有,要谈恋卖也不容易,他其实经常被问林青霞这题,无数人都想知道他有无可能和林青霞事迹复合,但他总答,不可能了,这把年纪了,一个人自由自在多好。 林青霞当年与秦翰,秦祥林,林凤娇并称,二秦二林,他与已婚的秦翰合作20部电影,二人的感情纠葛20多年,林青霞1973年拍摄穹摇电影《窗外》,时与秦翰相识,到了1977年林青霞。 秦翰相识,再加上秦翰相识一起合作《我是一片云》,戏外扑出了三角眼,但无奈这二位小生当时都是永妇之夫,过轮的绯闻对林青霞与女形象打击严重。 1979年,他饱受压力远走美国,秦翰相识因而离婚,并且为爱追到美国,二人浪漫订婚,不料,四年后却又解除婚约分手。 故事次时大扭转,1984年,林青霞和秦翰相识解除婚约之际,秦翰也传出一经与少侨因离婚,于是隔年,林青霞和秦翰终于在聚首,几乎是半公开地交往,都在仁爱双星大厦买了房子,也曾甜蜜同派广告,他俩相恋了八年,结果竟还是无疾而终。 最后林青霞选择了香港富豪行李火源,也结束与秦翰长达21年的情感纠葛。 1994年,林青霞在美国就金山的行家豪宅举办世纪婚礼,婚后淡出大荧幕,但今年传出婚姻亮红灯。 她的爱情故事可比当年演的穷瑶电影还曲折精彩。